跟著音樂開心歡呼 台灣橄欖球國家代表隊 遠赴泰國普吉島 參加亞軍賽資格賽 沒想到現在傳出有選手確診 人還留在當地 介紹了這個普吉島的一個台商會長 自己經營一個小小的旅館 他非常熱心的在他們隔離的時間 提供藥物 食物的幫忙 確診的22歲選手余天佑 是國家代表隊的跑峰 他們4月7號出發到泰國參賽 4月10號PCR採檢 他陽性確診CT值大於30 不過入境台灣需要陰性證明 12號他無法隨隊返台 留一個領隊在泰國陪伴他 到4月19號 期間5次的PCR都是陽性 目前22號要再採檢一次 如果陰性最快可搭 4月24號的班機回國 獨自藝人被留在泰國 也讓選手不滿控訴 變成另類的防疫人球 期間求助體育署 卻得到女足比較多人染疫 他只有一人 要他在泰國取得陰性再回來 讓他感到很心寒 領隊回來是安排好才回來 我們沒有把這個球員放在那裡 而且是得到完全的照顧 他其實他在出國前 我們都有給零用金 橄欖球協會理事長澄清 出國比賽的選手 身上經費都有協會負責 沒有不夠的問題 而女足在印度6人確診 專機返台 體育署表示也會全力協助 橄欖球選手回國 疫情下選手出國比賽冒險為國爭光 誰也不想因為確診被擋在國門外 三零巡迷的情況是宜泰報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